看多大年龄 看多大年龄 这个天哪 老的动的不动 我去 我去 我去的什么情况 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躺着这半天了 吓人了 看谁家的老人呢 摔了 没看着怎么摔着的 然后也不 没敢扶啊 没看着什么时候摔的呀 没人管呢 老人在医院摔倒了 没有一个护士 路过的没有一个护士 后来医生问一下情况 现在的医院 三名身穿防护衣的急救人员 正在替倒地的民众 进行CPR抢救 情况发生在中国河北狼芳市 某一个核酸检测点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 2019年底武汉爆发疫情时的景象 而随着河北疫情持续升温 民众想出门去医院 也遭医院拒绝接收 当地疫情可能比实际公布的情况更为严重 今天同样也是疫情重灾区的黑龙江 情况也持续恶化 甚至出现有民众在社区大门口 倒地不起的状况 中国新年之际 大陆疫情严重 重灾区黑龙江随化 河北狼坊等地出现随地倒现象 1月15号 知情网友在社交媒体 发布了一条贴文和视频 披露去年12月25号 随化市润丰园小区出现一例随地倒 移动不动 许多民众上前近距离观看 部分人戴着口罩 一些人没戴口罩 那时疫情可能就开始严重了 但大家都不知情 没有注意到 才导致望奎县的疫情变得这么严重 2周后1月9号 疫情在随化大规模爆发 1月12号 网民爆料 廊坊出现随地倒 11号傍晚 在某核酸检测点 许多民众正在排队等候 人群旁边有一个人突然倒在地上 有3名急救人员前来救治 对倒地者进行心肺复苏 百姓在边上围观 并没有太靠近 中共一直满意 官媒根本不报这些现象 中共官方称 疫情中只有一人死亡 外界指一看就是假的 海外各地每天都有很多人 因疫情死亡 大陆怎么会特殊呢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 政党影响 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欲娇娱乐 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定报专线 0800-566-688